請再請問一下 其實那對於大小綠的整合失敗 然後跟未來的選單規劃很改革 因為離選舉也還有一段時間 那離正式的登記也還有時間 當然我們還是不放棄整合的可能 因為對我們來講其實 現階段當然努力的在基層 繼續爭取更多選民的認同跟支持 那如果可以用一個整合式的民調 來去整合一個最強的候選人 我想這也是所有綠營的期待 那大家也都憂心忡忡說 在這種綠營分裂 本土分裂的情況之下 保送國民黨的情況之下 這樣子的一個作為等於就是在 讓國民黨可以保送躺著選 我想這些都不是我們綠營支持者想看到的 可以看到就是說 包括國民黨的候選人 當然現在可以說士氣大正 如果說我們綠營分裂 然後確定有人要出來保送國民黨的話 今天可以看到朱立倫主席也趕快出來 這個趁勝追擊 那這種方式其實當然就是輕痛醜快 讓國民黨可以提早放鞭炮 那這也不是我們所想要看到的 所以我們還是會努力爭取最大的勝選 我想我們每天都是從早跑到晚 不管是早上公園市場或者是晚上垃圾車 都可以看到高嘉瑜的身影 那我們就是努力的用我們的 在基層的打拼 包括我們為港湖做最多 一直以來所爭取的這些地方的建設 從南港隧道2025年完工 到現在的捷運東環段 為內湖南港爭取到一條新的捷運 其實這些一點一滴的努力 都是從議員到立委 這個這麼多年來打拼才有的 絕對不是一朝一夕 今天出來用一句話就可以去撕裂 我們自己的支持者 或者是去分化我們自己的支持者 那甚至是每天這個發臉書 當網紅就可以出來這個參選 我想選舉還是要實際有在地方做事 那這些就是我們長期來努力 那我想民眾也都看得到 那所以我們還是對自己非常的有信心 會持續的在基層爭取更多選民的支持 那希望能夠為民進黨 守護內湖南港這個關鍵的一席 那我也想問一下說 就是昨天陳時中他有說到說 會不會來幫你站台 那他說是當然啦 那會不會覺得說 現在陳時中開始就是 有在往選邊站 然後要讓綠營來歸隊 怕這個選票可能會被五星在這邊給放走 我想陳時中副獎 他是我們賴清德 競選總部的台北市的主委 所以他身兼著要讓台北市立委 巴西權上的重要任務 那當然關鍵的一席就是內湖南港 我想這是一個指標的選區 尤其是大家知道內湖南港的選情的狀況 確實傳統就是藍大於綠 所以絕對在民進黨這邊 要守住這一席的關鍵 不管是陳時中 不管是賴清德副總統 或是我們黨內的所有人 其實大家都會團結一心 就是要爭取內湖南港 不僅要能夠守住 更重要的是國會過半 這時候是沒有分你我 而是說大家都是一起同一條心 我想這就是內湖南港 能夠勝選最重要的關鍵 董委員他們也擔心會不會陳時中 可能也沒有這麼的盡力要幫你服選 畢竟他先前就跟吳清德站台過 然後上次也問他 他也沒有明確講出支持高嘉餘這五個字 我想大家不需要懷疑陳時中部長的決心 還有支持我的這個意志 因為過去他是衛福部長 所以他跟一屆有一些互動 我想大家都能夠理解 但是現在陳時中部長 其實在過去選台北市長的過程中 其實我們的互動也非常的好 甚至私下也都有見面 聊過一些關於選戰的一些想法 所以我跟陳時中部長其實也都有很耐 可以互相溝通 那我自己9月16號也會辦一個這個黨政說明會 那我也會邀請陳時中部長來參加 那我想陳時中部長如果可以的話 在各個活動上他能夠支持能夠力挺 能夠到場 我想他都會全力的支持鄉挺來展現 民進黨在內湖南港團結一心贏得勝選的決心 有人自己在私底下有聽到可能民進黨的人 是在幫忙無心帶在助選這件事情 我自己是沒有聽到 但是媒體卻一直這樣子的講 所以這個媒體就是見縫插針 這個帶風向非常的不可取 因為其實我們民進黨內大家感情都很好 但是會有一些網友或是媒體就是會故意說 啊高嘉義是不是在陳時中選舉的時候 什麼牌子拿板或是什麼的 當時就是這個記者您也在現場吧 你也看到現場的狀況 其實當時大家在發板子的時候 根本就沒有看清楚就直接拿起來 根本也不是故意的 我想大家也都非常清楚 而且陳時中部長當時在選市長的過程中 我們都是在內湖南港所有的場合 都是全力的幫部長加油 然後也都全程陪同 我想這些大家都有看到 所以這些故意的放話或是見縫插針帶風向 是有心人士所為啦 但是我覺得接下來我們就是用 我們跟陳時中部長還有賴清德副總統 一起努力然後來爭取選民的認同來破解謠言 那我想這些謠言自然就不攻自破 那媒體想要帶風向也無縫可擦 無針可用 那委員怎麼看說就是 五星大家認為說如果陳時中幫你站台的話 也不會有太大的影響 因為他認為泛律的記者都會選擇 就是理念比較對 像是他一直在主打的時候 他覺得他才是本土派會支持的候選人 你怎麼看 我覺得當然我之前也說過 這就像這個索羅門王的寶藏一樣 自稱為是本土派 或自認為自己是最能代表台灣的 問題是如果他的所作所為都是破壞 台灣的在民主 或者是說民進黨在國會過半 這樣子的努力跟方向的話 只是保送國民黨 那這樣子的一個結果 難道會是大家想要看到的嗎 那更何況在這一次的2024選戰裡面 每一席的立委對民進黨來講都非常重要 那我想民進黨在內湖南港就只有唯一提名一席 我們也會盡最大的努力去團結所有的支持者 希望能夠在內湖南港能夠繼續守住這個關鍵的一席 這個才是我們努力的方向 那我們的對手呢 其實當然主要還是國民黨的候選人 那最近國民黨的這個李燕秀議員 其實在地方上大家也看到 雖然他這個半年選了三次 又選議員 又選議長 又要選立委 一直在選舉 但是呢我們一直在做事 一直在努力 大家也都有看到 這個日久見人心 路遙知馬力 我們還是會持續的用我們的努力 來爭取更多選民的認同跟支持 這個才是最重要的 那想問一下 因為在820的遊行上面 就是舞台上就是有媒體指出說 你一直是想要湊進到賴慶的旁邊 但卻一直被他是技巧性的迴避 會不會覺得賴現在 對您是有點抱老鼠怨 然後切割的狀況 完全沒有 因為其實我跟賴副總統 當然互動也非常的多 那也有很多可以聊天的機會 那一天其實在現場 大家也知道在舞台上 其實因為我是先在遊行的場合 先跟民眾去聊天 然後去了解民眾來參加遊行的訴求 還有他們是從哪裡來等等 所以其實我到舞台上的時候 其實已經是比較晚了 那之後我也跟賴副總統一起 就是在旁邊等候 包括遊行的開始 還有就是其他的講者等等 所以其實過程中也有很多 其實互動的機會 那到參加遊行開始的時候 大家也知道 其實當天也有很多其實是 在新竹或是從外地來的立委參選人 那他們可能平常比較沒有機會讓大家看到 所以那一天其實賴副總統也有特別說 就是說能夠讓這些外地來的 比較沒有機會 讓大家認識的年輕的參選人 能夠讓大家看到 我覺得這個也非常的重要 那我們也認為說 確實每個候選人都非常的重要 那對民進黨來講 其實每一席都會努力的去爭取 目前有請賴副總統跟你一起站台嗎 或者是跑成這樣嗎 因為黨部這邊都會有規劃 因為賴副總統最近也開始去一些比較偏藍的宮廟 然後也開始有一些黨部安排的行程 所以我們也是在等黨部的安排 那我相信賴副總統其實接下來很大的重點 就是要輔選關鍵的立委選區 那我想內湖南港一直都是被大家 視為是一個指標的關鍵選區 所以賴副總統一定也會抽身來我們內湖南港 然後有一些可以參與的一些活動 我們也會邀請